OK 我們還有140顆 又買了兩隻 中毒斐斐 還有我們的火毒眼獸 那我們剛剛中毒斐斐斐 洗到了一個雙種 OK 我們來拚第二階段 雙種誤禍 雙種魔 大概還有一半的方塊 那我們 繼續 希望能夠圓滿地達成目標 拿同時也要注意 千萬不能點到這個雙種 不然真的是 欲哭無淚啊 雙種誤 或者是我陰陽師的雙種魔 或者是誰都可以用的三種 再讓我看見一次 順利的曙光 曙光一閃即逝啊 其實我有時候真心會懷疑 三種是真的洗得出來嗎 我感覺非常不真實啊 來吧 我們就是要去追求那一個不真實感 來吧 雙種 拜託我也想當一下天選之人好不好 天選之人 三種 喔 先求雙種就好 雙種 這顆洗完就剩下最後的一百顆 OK 那我們還有一百顆好不好 祈求一下 拜託 雙種誤 雙種魔或雙種就好 好不好 我們不祈求三種 來吧 用一個雙種 為我們這次的影片畫下一個 完美的結局 雙仿一物吧 來吧 讓我畫下一個完美的Andy 喔 這是一個總物MP OK 那這個我們可以留 那我們就來洗下一隻 火毒眼獸 來吧 喔 又是一個魔物和70%這一家 哇 這個屬性真的還蠻常看到的 喔 這個還不錯 總傷 魔傷 加智 這個三個感覺都用得到 好 這個可以留 OK 那我們剛剛又從一位朋友身上 拿到了一張 臭臉 綠咕咕 OK 那我們繼續 最後的70顆 至少再來一張雙種 我不求雙種物或雙種魔 因為我覺得 感覺要洗出來的機率真的很低很低啊 尤其是三種感覺更是天方夜譚好不好 那我們就繼續努力 好 又是一個雙爆 不過這裡是另一排還是一樣是一個怪錢 好 那這個就不留了 好可惜喔 如果是總傷該有多好啊 好 有總傷了 不過就一排 沒關係 至少先出一排 再來就兩排了 還是一排 毅力不搖啊 好可惜啊 總爆物 好 沒關係 這個也可以留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留著 OK 那我們最後的42顆 我們就用這兩隻黑肥肥來做一個收尾吧 那希望還是能夠達成第二階段的雙種物或雙種魔 在方塊歸零之前 我們都不能放棄 繼續 你呢 好可惜 最好的30顆囉 究竟有沒有機會再出一隻雙種呢 感覺機率蠻高的 不過第三排都會是垃圾錢 拜託我需要雙種 又是一個種魔 不過這一次中間就沒有致力了 是力量 OK這個我們也留著 反正我們還有一隻 來吧 拜託我來個雙種 讓我結束今天的萌獸方塊之旅 最後20顆 加油 果然要洗到雙種霧魔 或者是三種的機率 真的是低到 令人難以想像 來吧 我覺得如果這一隻的萌獸方塊 的觀看數還不錯的話 我們下一次好不好 再找個時間來挑戰 1000顆的萌獸方塊 哇按到手斷掉的那一種 OK如果這一隻影片的觀看數還不錯 我們直接當場把滑鼠按壞 還有14顆 再來一個雙種 結束這回合 雙種就好 挖又一個種物 哇怎麼每次種物第三排 都會是奇怪的錢 好吧這個我們留著 還有10顆 有點尷尬 OK那我們最後一組10顆 就用我們最後一隻 致命毒素的黑肥肥 來為他畫下一個完美的據點吧 來吧我們300顆之旅的 最後10顆 GOGO 好欸 拜託 等否10顆 再出一個雙種呢 歐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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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是3種 哇 人在非常想看到他想看到的失誤知識 看到什麼類似的東西 都會把它當成是那樣東西 我剛剛以為是3種 我想說最後一組洗出一個3種 哇 差點爆出口了喔 至少是雙種好不好 至少我們在最後一組還洗出一個雙種 不過他真的長得很像3種 真的有一點可惜啦 不過還行好不好 那我們就姑且當作是完成了 第二階段3隻的雙種 OK 算是有點出乎我意料啦 因為畢竟剩10顆 而且我們抽到目前剩7顆 我是想說應該就沒有了啦 不過沒想到還能夠洗出一隻雙種 有點讓我意外啦 好那我們最後7顆來洗這一隻斷袋肥肥 看有沒有機會7顆再出一個比較有用的錢呢 不過應該是沒有這麼誇張啦 OK我們就把它洗一洗吧 來做一個完美的ending 到底是哪一隻萌獸要做一個ending啊 我講了好幾次這句話啦 來吧 嘿 最後的6顆 來吧 嘿 我們繼續 最後的3顆 來吧 來 瘦方塊之旅 畫下一個完美的 句點 這個也可以太慘了吧 好那我們總共把300顆全部都洗完了 這一次洗了相當相當久 那總共是這麼多隻 在我們保守的留下每一個看起來還不錯的萌獸的情況下 總共留了17隻的萌獸 OK那我們就來稍微總結一下 這個是雙魔加一被動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沒有到留的價值啦 不過我想說 看起來不錯就留著 然後這個是雙物種 雙魔力 然後這個是總無 雙無 80%的武士 這一個是 總魔 我發現我現在洗到這個總魔的話 第三牌都會很差 雙加持 很可惜啊 要是三加持的話夜光就可以用了 總魔性 總無 雙總 我們的中毒肥肥 總魔制 這個應該是我目前覺得 三牌都還蠻有用的一個 總物 MP也是蠻可惜的 我覺得出個HP都比MP好 總物爆 OK這個我也覺得還不錯 感覺爆擊率 總比一些奇怪怪的東西好吧 那這個是 總物 第三牌 垃圾 總 魔 力 OK這個力有點尷尬啊 如果是跟剛剛一樣的智力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雙總 爆 OK這個是今天最令我 嘖嘖稱奇 而且是最後的時刻 我起初看到的時候有沒有 先看兩牌 12% 後面第三牌12% 通常這個時候心臟已經快停了 然後你又看到兩牌是腫傷 結果 死去 這個我記得我之前在一起露西打的時候 也遇過這件事情 畢竟這一牌是爆擊跟這一牌是腫傷 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啊 不過畢竟它也是雙腫嘛 而且爆傷的話總比一些奇怪的東西 還要來的有用多了 好那玩好的方面想 這也是今天洗出來最好的一隻了 OK那最後就是這一個 斷斷菲菲 沒有洗好 好那今天總共是洗出了三隻的雙腫 我覺得以成果來講 算是有超出我的預期 所以整體來講我覺得非常滿意 雖然說沒有雙腫霧魔或者是三種 不過沒關係 畢竟我們只準備了三百顆 我們下次再準備多顆一點 如果今天的影片觀看率過高 我們就準備一千顆好不好 等我有空的時候啦好不好 還有要有 嗯 我們再來準備更多的方塊 來嘗試看看 那沒關係 至少我們這一次三百顆的結果還不差 那也歡迎各位跟我分享一下 你以為萌獸方塊有沒有遇到什麼 驚為天忍的能力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的朋友也別忘記 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是Ry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也好想要洗三種